美国与英国空袭也门胡赛武装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13号形容 胡赛武装是恐怖组织 而白宫12号则是表示 美国无意在也门掀起一场战争 只是希望胡赛武装能够停止在红海的挑衅行为 胡赛武装则是指出空袭造成了死伤 但是拜登指不相信空袭造成了平民的伤亡 有美军将领表示 胡赛武装发射了至少一枚的反舰导弹报复 没有击中船只 即美国总统拜登11号下令 对也门胡赛武装发动袭击后 白宫12号称仍然在进行战斗损伤评估 了解袭击行动对胡赛武装造成的实际伤害 此次袭击的目的是为了打击胡赛武装的军事能力 而不是在也门掀起一场战争 对于有两党国会议员批评拜登绕过美国国会发动袭击 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条对战争授权的规定 对此白宫表示有信心 拜登有权发动袭击 因为美国宪法第二条规定 美国总统有权指挥使用军事力量 保护国家免受攻击 以及保护重要的国家利益 在美英联军发动袭击之后 外界普遍担忧 中东紧张局势会进一步加剧 对于胡赛武装可能采取报复行动 白宫表示正确的选择是停止鲁莽的攻击 拜登也将会保留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利 一旦美军和美国资产以及人员受到威胁 拜登将会毫不犹豫采取行动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